好 所有观众 持续带你来关心花莲视天王新大楼的拆除现场 可以看到的现场的拆除进度呢 目前正在持续当中的 这个拆除作业呢 其实在今天的凌晨两点到早上十点是有一度停摆的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正在前面运作的橘色大羹羊 它的油管呢 是一度破裂的 所以呢 也是赶快的紧急来抢修 不过呢 就是因为这个抢修的这个时间段呢 却发生了一起冲突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现场的 包括像是里长以及主委呢 是期盼可以尽快的尽速拆除天王新大楼 不过呢 这里的爱卯物人士却是认为是说呢 不如就好好把握这段时间来多放一些诱捕龙 来救助这些 还是困在天王新大楼里面的三只猫咪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早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包括呢 这个主委也是直接跪地 希望呢 可以尽速的恢复这拆除的作业 不要再延荡下去了 但是呢 爱卯物人士这里呢 稍早也是po文 也是为自己的行为喊约 认为呢 是说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面 其实他也是没有想要阻挡这个拆除的作业的流程 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就来把握就这些毛小孩 不过我们稍早在行政院会后的记者会 内政部也被问到了这相关问题 到底应该是拆除作业优先 还是也是要顾及到毛小孩这一块呢 来听一下稍早的回应 建筑法81条指的就是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 也就是说当他的倒塌可能会对周围的民众 尤其他所处的是一个在花莲市中心区 很重要的一个街道 那所以在现场的判断 现场指挥官的判断 应该都会以民众的公共危险 为最大的一个利益 那因为现场的话只能 有时候提供很短时间的一个进去抢救 如果在这短期间没有办法找 那后想拆除动作还是 应该要继续会比较恰当 避免造成更多的公共危险 可以看到在花莲到现场还是余震不断 所以当然现场的工作人员 以及这里的专业技师还是蛮担心 因为这个天网新大楼地基还是蛮不稳的 如果再发生更强烈的地震 恐怕会造成这个地基不稳固 甚至有可能大楼会出现更严重的倾斜 甚至直接倒塌的这个可能性 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在现场还是有一些爱护动物的人士 又再度地来透过外送平台来送青菜来到现场了 这个是在昨天也是有一个爱护动物的人士 来送青菜到现场 不过今天他也加码送了猫泥 就是肉泥来给猫 而且在这个著名上面是说菜给鸡肉给猫 而牛奶则是要赠予现场的记者来喝 那也是说希望现场的记者呢 可以藉由转交到现场的工程人员 将要想办法把这些食物呢 送给还困在大楼里面的宠物鸡 还有这个宠物的猫 不过现场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恐怕还是要以现场的人员安全为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了 以上是为您找过的最近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